今天由我們正居室的邀請 就是為大家來說明一下八觀齋戒 內容的遺軌 我該怎麼塑持然後怎麼行持怎麼樣去修行 因為我們下個星期六 就是禮拜六我們有做一個八觀齋戒 然後禮拜天做一場三十七年 這個三十七年是獨送的 平常我們一坐下來是六個小時至少 但是這個因為獨送一個小時 所以禮拜天那一天 所以是獨三步三十七年 聽說我們雪梨金鐘協會的統修 對三十七年很有很喜歡 有些效果利益很大 所以我建議我們雪梨金鐘協會的總幹事 如果有姻緣就每個月做一次 這個每一個月可以用一個錄影器來播放 大家一起來來做 目的就是把三十七年的功德利益 而念佛功德利益 回向給我們的過往的父母 我們的累積應親在主 我們的這些一切眾生能夠蒙阿彌陀佛 往生西方節的世界 也祈求把世界和平 國泰民安風條比水 能夠大災化小 小災化五 因為將來災難會更多 天災人禍 會一年一年的嚴重 這個師父說實話 說實在的 將來的災難會更嚴重 也會更麻煩 為什麼呢 不善意的而趕著來的 所以希望我們有這個姻緣 沒有這個姻緣也沒辦法 我們也不要勉強 自己做 自己看 自己聽 十一言 不強求 那今天 我首先要跟大家簡單一下 說明這個八關災節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 這個時間太短了 我會把那些蓋藥的 主要性的 有一些我們需要注意的 讓大家能夠受持這個八關災節 怎麼受持法 受持之後 我們會法使 如果大家想要詳細的了解呢 你們可以去看 某一大師的註解 某一大師對八關災節的內容 的註解 講得非常詳細 講得非常好 大家有空去參觀 某一大師 某一大師 大家都是要知道 某一大師是我們淨土中第九代 他老人家 他還沒專修 專紅淨土的時候 他對紀律的研究三十年 所以對紀律很深刻 那你們可以去了解 請明白內容的講義 某一大師 講得非常好 沒有使勁跟大家說明 那今天呢 很多人說 持戒是一種很麻煩的一件事 而且很不方便 就好像不自在 好像是一個把我們的手腳 綁得緊緊的 就好像綁手綁腳的 所以這個受八關災節不好 乾脆就不要說了 請大家要注意 如果有這種的觀念 是不正確的觀念 記得 如果我們有聽到這種的觀念 是不正確的 不對的觀念 不對的想法 而且再加上 用嚴重來講的就是 斜肢斜肩的 如果他能夠講出來說 持戒的一裝飾很不方便 不自在 綁手綁腳的 就是等於說明他的喜氣很重 說明他的業障非常重 說明他的將來的前途都是這三途 記得這件事